栽培植物的基本条件 不外乎阳光、水、土壤及营养要素等 但是生活中分类回收的肺玻璃瓶 在相关加工作业后 竟然可以取代土壤 用来种花、种草 我做的是一个 盖一个好房子、好空气 有水分 让人进去住的感觉 把素当人要住进一个好的房子 所以他要吃什么 那是由种植物去做决定 给他营养 文创工作者邱大展 利用玻璃材质的特性 将肺玻璃容器破碎后 在摄氏700度左右的温度下 稍结成多孔性材料 并开发出栽种戒指 我真正的挑战是怎样 要改变现在一般人的观念 因为玻璃不吸肥 也没有营养 根本不能种啊 对不对 那我把它变成多孔性的 利用酵素 利用有吸肥来做 这就是我要面对挑战 要去沟通 邱大展也在新竹县华光智能发展中心 担任讲师 期望培养身心障碍者 具有一技之长 帮助他们增加经济收入来源 未来 费玻璃瓶制成的多孔性材料 除了用来栽种花花草草之外 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应用方向 就等待我们发挥巧思 创造无限可能 假如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开采矿卖 开采物资 开采物资 我们根本不需要 像现有的 已经可以 让我们占掉一大半了 我告诉你 大家来采矿 因为 这是我们那个大矿场 大家来用